富邦勇士交手臺灣啤酒 雙方前三四交手都是由富邦帶走勝利 這場比賽一開始 臺皮靠著射手左重蓋 左側切入上籃 連拿六分打出好彩頭 但對手在洋將陶斯帶領之下 頻頻在禁區發動攻勢 漂亮的後洋教頭空心入網 雙方第一節四度打成平手 臺皮在首節末端打出一波 六比二的攻勢 暫時取得失救比失誤的領先 而且這股氣勢持續延燒 看到劉貞在三分外線毫不猶豫的出手 就知道他手感有多好啦 即使防守則在面前干擾 他就是有本事把球放進籃框 上半場攻下全隊最高的十三分 帶領臺皮將分數變成了四十一比二十七 握有領先優勢的綠山軍 下半場決定不給對手任何機會 三大壯元郎在場上發威 手感火燙燙的劉貞 切入禁區直接飛起來 空中停腰投籃得分 還獲得小上加一的機會 拿下全場最高的二十一分 至於第二位壯元郎周伯勳 趁著對手失誤時頭跑快攻 雙手灌籃得分 一口氣把分差擴大到十八分之多 第三節三分四十四秒 第三位選手壯元呂齊敏 切入禁區買犯規 裁判認定防守的蘇毅潔打手 這是他個人第四次犯規 沒想到他不服裁判判決 氣憤的上前抗議 下場就是吞下兩支梯 直接遭到驅逐出場 細心一面倒的情況下 台北所有又把領先擴大到三十三分之多 也讓比賽早早變成垃圾死肩 中場台灣啤酒系七十七比六四拿下勝利 中期對戰三連敗 回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現在的勝利